公主被盐水鞭子抽打了一百多八下 连贴身衣服也被打得遮不住红肚党 可还有九九八十一种酷刑在等待着他 究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恨 才会让尊贵的公主受此酷刺 他名叫江思林 本是江国最受宠的小公子 却为了两国和平千里条条来大洲和亲 不料和亲当天竟惨遭灭骨 而他也被囚禁大牢遭受非人的折磨 父皇大中欺人大事 可他现在连逃出去都难更别说报仇了 就在公主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 四里间掌印裴千余以办案为由就走了公主 小心翼翼地为他处理好伤口 又将鞭打江思林的两营狱捉拿 不仅让他们为动用私刑付出带子 还查出他们收受贿物 直接将两人关入了大牢 而此时的江思林也已清醒 回忆起昨晚将他救出大牢的男人 江思林觉得这人的身份不简单 只要抱住他的大牢 那一定可以在大桌坡下去 甚至从他身上下手 为自己的国家报仇 但他必须先隐瞒真实身份 以防被有心之人发现抓回大牢 于是江思林对裴千余谎称 自己是一名被贪官抓进牢里的小企牌 愿意留在府里成为奴婢当牛顿 看着装傻的江思林 裴千余哭笑不堵 仍好答应了下来 殊不知裴千余早就知道了江思林的身份 三年前他的家族遭奸人所害 被满门抄斩 只剩他一人逃亡到江国 但也身受重伤 差点死在破亡 是路过的江思林给他喂了水 还留下了救命的草药和吃食 裴千余这才渡过难关解 回一条命 从此裴千余将王国公主江思林藏进了府中 不仅如此还为他准备了上好的样子 不过为了保证江思林的安全 裴千余不许他随意出府 可待在府里怎么能够报仇 于是当天晚上 江思林就找到裴千余 想要他准许自己出府 却发现裴千余面色苍白 蜷缩在角落里 伸手一摸近是浑身冰凉 连忙起身要去拿背影 却被裴千余一把拉住圈进了团 有力的避宝让他动弹步 若非 和你的妻子 是我能想到最好的位置 我才让你乖 不过 让他还可以 想着想着江思林就在他的怀中睡着了 次日一早 裴千余醒来看着怀中沉睡的江思林 内心一片温柔 害怕他着凉还将他抱到床上 可面上却是一脸冰冷 察觉到江思林心态 裴千余一脸严肃 有了出府自有 江思林直接去了千佛阁 这是江国十几年前 秘密在大洲成立的机密组织 江思林想利用千佛阁报仇 却被阁主告知现在需要折服 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掩人耳目的生子 询问他是否有相熟的人 江思林立马想到了裴千余 他愿意收留自己 看着也不像个坏人 并且他似乎很有权势 确实是的能帮他掩人耳目可以利用 江思林不知道他在想了裴千余时 他的一举一动 也被裴千余暗中派去的人尽收言 小公主的复仇之路会成功吗 裴千余是会选择自己的国家 还是帮安人江思林复仇呢 关注巴俩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庞瑰甲 ² 0 bye 亲 marque存 бол 好 具好 右手 水